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尼泊尔美食攻略 尼泊尔是一个充满宗教气息的国家 庸岛西西的国家拥有古老神秘的城堡和原始美丽的风景 逐渐成为一个旅游热点国家 而了解一个国家从它的食物开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尼泊尔的食物通常脂肪含量低,相对比较健康 它受到了邻近的印度和中国的影响 常见的菜肴包括汤、无脂肪、咖喱、蔬菜、沙拉、瘦肉和豆腐菜等 我为大家介绍了尼泊尔最具标志性的17种美食 首先是尼泊尔家庭的主食 手扎饭它是由米饭、扁豆汤和神菜、咖喱或鸡肉组成 是尼泊尔人最喜欢的主食 其次是饺子,默默餐类似于我们的饺子 里面塞满了蔬菜、碎羊肉或鸡肉等 还有煎饼鲍巴尔它是尼瓦族制作的一种小吃 薄而小,非常适合作为小吃 还有甜甜圈和百极圈的结合体 它吃起来香脆可口 最适合搭配酸奶或蔬菜 此外还有一些小吃如萨莫萨三角、杂角、杂角、甜角汁、玉米粥等 都是尼泊尔的特色美食 除了小吃,尼泊尔还有一些特色的饮品 如珠穆朗玛丰蜂啤酒和通巴 珠穆朗玛丰蜂啤酒是尼泊尔的本地啤酒 主要用米酿制而产,价格也很便宜 而通巴是一种当地非常有名的啤酒 被人们称为七百多时 喝的时候用竹子吸管从容器里喝 尼泊尔的美食丰富多样 不仅有本土的特色菜肴 还有印度小吃蛋 如果你有尼泊尔的旅游计划 不妨尝试一下以上17种美食 感受尼泊尔的风味 亚洲又有什么地方想去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让我们一起探索亚洲的美吧 大家好,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 我是小安 你准备好去一国旅行放松心情了吗 亚洲如此的美丽 度假我们又该往哪里去呢 如何用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旅行体验呢 这一期亚洲大眼睛就与您分享尼泊尔美食攻略 尼泊尔是个充满宗教气息的国家 古老神秘的城堡 原始美丽的风景 让它逐渐成为一个旅游热点国家 我们要了解尼泊尔可以先从它的食物开始 因为宗教的关系 尼泊尔食物通常脂肪含量低 相对比较健康 它也受到了邻近的印度和中国 尤其是西藏的影响 常见的菜肴包括汤、无脂肪、咖喱、蔬菜、沙拉、瘦肉和豆腐菜等 调味料包括番茄、辣椒、香菜、大蒜和芥末油等 以下是尼泊尔最具标志性的17种美食7种美 手抓饭是每个尼泊尔家庭的主食 主要是由米饭以及扁豆汤和神菜、咖喱或鸡肉或者其他肉类组成 尼泊尔的手抓饭可以提供每人所需的营养 是尼泊尔人最喜欢的主食 二、饺子摸摸斯满满起 关于这道美食 之前在介绍印度小吃的时候 也提到过奇奇怪怪的知识来了 这些印度街头小吃可以中厂了 它类似于我们的饺子或者包子 白面粉做成的面皮里塞满了蔬菜 碎羊肉或鸡肉等 它搭配不同种类的调味酱或蛋黄酱 是很受尼泊尔人以及游客喜爱的美味小吃 三、煎饼布巴拉 这是尼泊尔的尼瓦族牛阿利制作的一种小吃 尼瓦族是住在加德满 兜山谷中的土著人 他们用扁豆或黑扁豆或黑扁豆 做的面糊自产了这种煎饼 煎饼薄小非常适合作为小吃 如果不喜欢全素的 可以加入鸡肉末和鸡蛋进去 四、烧肉梨梯 烧肉梨是甜甜圈和百鸡圈的结合体 是灯节、台豪、鹅和特赛节、大神 等节日期间最受欢迎的小吃之一 这是一种圆形的米粉面包 经过了油炸、外皮酥脆 而在内部保持柔软 它吃起来香脆可口 最适合搭配酸奶或蔬菜 五、萨莫、萨莫、萨莫萨、三角、扎诺 萨莫萨、三角、扎角、三角、扎角 是印度小吃 但是在尼泊尔也很常见 这是一种辛辣口味的小吃 用三角形的面皮包裹 有土豆泥和香料混合制成的鲜料 然后进行使表皮变得松脆 萨莫萨、三角、扎角 一般搭配红色、酸、辣椒一起吃 但是如果吃不惯辛辣的食物 那可以和其他食物搭配着吃 则可能要先吃点东西再尝一尝 六、猪木朗玛风啤酒 Everis Beer 这是尼泊尔本地啤酒 主要用米酿制而产 价格也很便宜 如果你喜欢啤酒 可以试一试 尼泊尔当地还有一种称为Raxi的酒精 它是零不足的传统饮品 一般和猪肉或牛肉一起食用 七、甜饺子油脉 这种尼泊尔小吃外观就像我们的饺子 不过它是甜的 里面塞满了油椰子、芝麻和糖蜜做成糊糊 甜饺则是尼泊尔的节日食品 仅在甜饺子节油脉尔潘尼期间才制作 尼泊尔每年冬季都会庆祝这个节日 用来感谢猪神赐予的丰收 这道小吃在尼泊尔非常有名 除了甜线 还有用扁豆做的烙尾馅料 八、玉米粥 这是由磨碎的玉米粉、荞麦粉、小米粉 和盐一起煮熟的糊糊 浓稠年华 它在尼泊尔农村地区很常见 一般和黄油神菜、咖喱、咸菜、乳酪和酸奶一起食用 酒、腌菜、甘筑堪酱 这是尼泊尔的民族美食 可以当作调味品或者配菜 一般会和玉米粥一起吃 做法是把芥末、萝卜和荷花椰菜存储在一个土锅中 然后进行腌制 直到蔬菜释放出酸性汁液并发酵 哥尔卡丽羊肉 哥尔卡丽羊肉实际上是一种咖喱菜 做法是把咖喱羊肉和土豆、洋葱一起煮熟 然后把羊肉单独取出来 进行烤制 再撒上一层辛辣的辣椒粉 故意它强烈的风味 这还没有完 烤好以后还要再放回咖喱里煮更长的时间 才算是完成 羊肉是尼泊尔人的最爱之一 所以这道菜一定要试试哦 11.酸奶之王 在尼泊尔 在尼泊尔 在尼泊尔的意思是国王 大的意思是酸奶 所以叫酸奶之王 它有水牛奶自成 是一种乳汁状的浓稠甜点 如果你去尼泊尔 这道甜点千万不要错过哦 12.尼泊尔披萨卡 虽然叫尼泊尔披萨 但是它吃起来和披萨却不是一回事 它更像是米粉做的可丽饼 笔上撒满了香菜 肉末 鸡蛋 洋葱末 辣椒和很多香料 对所以被称为披萨 只是因为它的外观接近披萨 所以被当作披萨的一种 13.图帕 图帕 在尼泊尔任何西藏的汤菜都被称为图帕 图帕一般是尼泊尔山区冬季常见的菜 它的主体可以是肉和鸡蛋 也可以是纯蔬菜 图帕一般和饺子某某去起使用 图帕中使用的肉可以是山羊肉 羊羔肉、鸡肉、鸡肉或者是牛肉 这道汤不仅美味 而且可以为人们提供营养 14.撒麦巴吉 撒麦巴吉 撒麦巴吉 撒麦巴吉是尼泊尔的传统美食 它是由烤牛肉、煮鸡蛋、糙米饭和辣土豆沙拉的拼盘 这道菜一般在庆祝的场合供应 15.卤汁辣味肉 这是由水牛肉做成的一道辣菜 一般和米饭一起使用 除了水牛肉外 扒麦巴吉也有其他改良版本 比如鸭肉或者其他肉类 它也可以是撒麦巴吉的一部分 16.撒麦巴吉 这是一种当地非常有名的啤酒 被人们称为七百多虚 喝的时候用逐渍吸管从容器里喝 通巴是小米量制的酒精 也是尼泊尔的传统饮料 因为它是热饮 所以尼泊尔人会喝很多 17.印度小吃Indian Sinaks 尼泊尔也有很多印度风味的小吃 如印度小泡泡泡尼泊尔一堂耳鼻 和拉西酸奶奶西拉西等 在尼泊尔的街头小摊上 就可以吃到这些印度有名的小吃和饮品 如果你有尼泊尔的旅游计划 记得尝试一下以上17种美食哦 亚洲之旅 明有那些地方想去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让我们一起探索亚洲的美